投一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美国是因为它长期跟非洲裔在一起 所以非洲裔他们就比较能够接受 说它是长期已经同化 可是亚裔你一看长相就看得出来 那明明就是从中南美洲来的 西班牙事实上也不太一样 坦白讲我们如果深入住久了还是看得出来 可是他们基本上就觉得那至少也是天主教 也是从西班牙葡萄牙过去的 就总的讲还是西方的 甚至美国还有一个国安幕僚讲过一句话 话说以前我们跟苏联对抗 马克思主义好歹也是西方的 你听懂他意思吧 然后他就说可是伊斯兰 跟现在的中国那个儒家或者是东亚的思维 那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义文化 我觉得美国确实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思想在扩散 就觉得那个伊斯兰跟东方的思想要把他同化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尤其是东亚就是这些东亚的思想 然后尤其是来自东亚这些国家他们表现的都不错 不管是日本韩国台湾 中国大陆新加坡香港都表现的不错 越南也表现的不错 那领社会救济金的相对比较少 那他们又非常团结 然后又很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等等 还有特别重视教育 然后小朋友的数理得分又特别高等等 然后就觉得好像要跟他要把你的东西 实际上他对水饺会有这种看法 就表示水饺还不是美国的主流食品 不然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对不对 你去看美国的历史 因为我在美国有一个复休就是美国政治 披萨也不是安格洛萨跟德国人爱吃的 对不对 披萨也是意大利人移民美国带进来的 可是渐渐的就变成主流食品 对不对 因为美国初期的移民主要是英国 英国安格洛萨跟德国裔的 对 然后后来加上爱尔兰裔 也是因为英国的关系 那意大利本来也是被歧视的 犹太人本来也是被歧视的 可是逐渐就 他用更大的概念来包容你 对 就叫西方 所以可是他发展到西方 我就觉得已经到顶了 你说如果说 这些非洲裔的美国人 他决定回去非洲 把他的一些比较具有非洲原始主义的东西 带过来美国 我看美国人也不能接受 你知道我的意思 可是因为非洲裔在美国 因为他当初就是大部分都是奴隶被抓来的 所以就跟美国的主流文化同化 所以就变成义文化比较明显的就是亚洲 非常明显 那伊斯兰因为跟美国有矛盾 所以移民不多 可是亚洲裔越来越多 而且普遍表现得不错 然后那个当然就 这个我们讲就是广裔的白种人 就感到被威胁了 事实上也不是只有白种人 我跟你讲非洲裔也觉得他被威胁 事实上你去看那个歧视的行为 不一定是来自白种人 有时候非洲裔的也会有 你看林书豪那个时候在NBA的时候 对 都是被非洲裔的 而且坦白讲 现在已经稍微好一点 你如果去回顾一下去年五六月的时候 被人家推在地上啊 被人家画脸啊 被人家踢啊干嘛的 那事实上坦白讲就是各种人都有 那就像是日一的大股强品 在大联盟发光发的二刀流 还是会被美国的这个 连日本人都一样嘛 对连美国人还是一样 对啊 事实上他分不清楚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因为上次被推倒在地的 那个是菲律宾人 是 那美国人搞不清楚嘛 这个坦白讲是商业 因为这是一个做完后的公司嘛 就是 这个也是一个策略啊 因为亚裔有消费力嘛 那推出来总是会有人买嘛 其实真正的正本情愿知道 我跟你讲啊 这个题目我在美国 还稍微做过一点study 比如说犹太人 非洲裔那个是很弱势 所以他们不只要强化自己的自我认同 还要得到权利嘛 亚裔跟犹太人会比较像 犹太人一开始也不能进长春藤 哈佛本来不收的 那后来他们就开始争取 然后进入长春藤的学校 然后开始有名额限制 然后现在开始他打破了这个名额限制 比如说我在我们学校耶鲁大学 那个犹太人在undergraduate 几乎都占四分之一 他人数在美国这么少 他高达四分之一 学校的老师四分之一是犹太人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没有设限 那这个当然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他们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政 有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律师 那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政治的高级幕僚 这个坦白讲亚裔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那个Michelle Wu 他波士顿市长 那这个就很有象征性 对他就是台湾裔的 就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慢慢增加这些的 对可是就是因为亚裔来自很多国家 就是日本 韩国 台湾 中国大陆 那他们还要团结合作 就为自己共同的权利去努力 那所以美国这个国家 其实蛮现实的 就是你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然后在政治还有法律上 有多大的比重 那就会逐渐表现为该有的权利 立陶宛本来是多党制的国家 所以他有执政联盟跟这也联盟 那执政联盟因为最近这个事情 他民调跌到17.3% 17.3% 跌得非常低 然后他的前总统 现任总统是不同党的 然后驻欧盟代表也是不同党的 那他们都站在反对那一边 那当然这个总统说 什么总理做决策 他事先不知道 我实在难以想象 当然不是啊 我觉得不太可能 不是不可能 是真的不是啊 因为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对嘛 在气候会议就见过拜登啊 所以真正的原因 坦白讲就是决策 这个计算不够周延 他们本来只是想到 直接贸易这一块 那直接贸易 立陶宛跟中国大陆 只有2亿美金嘛 可是他没有想到 在立陶宛的投资 有一些欧洲国家 还有包括 从他的那个不动港出去的 间接贸易的 对 现在都受到了影响 对 那这个总额 恐怕就是30亿以上 那这个当然就是 很多企业受到冲击 事实上王毅就是这样 批评美国的一中政策 他说那已经是 空洞化的一中政策 空洞化的一中 那因为 毕竟美国跟中国是有 都是大国嘛 那有正式邦交 那立陶宛现在 已经被降回代办级 就被人说 他如何恢复正常 那恢复正常 也必须要北京认可 现在问题卡在这里 就变成说 立陶宛要做到什么程度 那北京才会认为说 我们就恢复大使级交往 那难道是 立陶宛要求台湾说 你把那台湾Niss拿掉好不好 改成台北 那你认为这样就过关了吗 问题在这里 就是这个讯息是不是够清楚 我们现在不知道 因为那个东协加一 2014就开始推了 我认为 感受到那个降税 就是东协加一 很多人可能早就去东南亚布局了 比如台硕钢厂就去越南 那石化厂也有好几家都去东南亚 可是RCEP有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中国跟日本 签了第一个FTA 然后日本跟韩国也签了第一个FTA 那我们知道韩国跟中国本来就有 所以等于是中日韩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这个才是新的东西 那因为它是10年内 像中日的话 10年大概要达成86% 86很高 很高了 所以我觉得它会牵动两个效应 第一个就是中欧投资协定 可能会因为这样要加速 比如说马克宏4月大概就选完了 那他就会看到日本 日本GDP是5兆美元 中国是15兆 那RCEP主要是侧重传统产业 所以今天日本经济新闻已经登了 说日本有7成的企业 考虑到RCEP还要继续在中国经营 那他就会得到比较好的条件 虽然他一开始不多 一开始他去中国是20%免税 可是他会逐年递增 他看得到那个未来 对就是会到86% 那中国是到日本第一年就57% 所以实际上欧洲人一定会看到 因为欧洲的排名前面的产业 法国跟德国坦白讲都是传统产业 他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大部分都是高科技 或者互联网 可是欧洲都是传统产业 比如说石化 钢铁 或者是汽车 所以他一定会看到这个项目 所以他会有压力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当日本 韩国跟东南亚还有中国 这个经济体这样Rank了两三年之后 我认为印度会有压力 所以印度那个时候 印度之前退出了 所以要很后悔 他可能就会开始后悔 就说早知道我就加入 因为印度本来要加入的时候 条件是比较低的 那既然他要拉到90 因为你印度不进来 那我们就拉到90 所以印度未来要付出更大代价 可是他会被迫加入 不然他就会被甩在亚洲外面 这个对他来讲会更伤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在两三年之后 你就会看到 连印度都想要来加入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刚刚敬平已经讲了 RCEP15个国家 他的GDP的总额 已经超过美加末了 他就已经超过他 就是他现在接近30嘛 30兆 如果印度再进来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他这个会有一种带动效应 然后韩国 韩国就是我们最麻烦的地方 因为韩国他出口项目 有66%跟台湾重叠 重叠 对 那他跟中国已经有FDA了嘛 那现在他跟日本又有了RCEP 所以这里面他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 新的供应链的关系 坦白讲我们台湾就是会不能享有 对啊 不乐观 所以我认为啦 我认为不是今年啦 可能是两三年之后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新一波的 出走的 传统产业出走的一个布局的风潮 是 那个是 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通常产业出走去布局 大概都是看到未来的三到五年嘛 所以比如说两年之后 他就看到未来 哎呦 那这个问题他必须面对 我觉得 从苏联脱离出来的一些共和国 他多多少少都急于建立自己的认同 比如说哈萨克就决定不要用斯拉夫字母 他要改用罗马拼音 就是他要建立自己的认同 那他当然就是表示 他也跟土耳其在合作建立就是广义的啦 就突厥联盟啦 大概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讲的语言还有一点亲近性这样 不过这次他对国内的天然气加价 我坦白说啦 这个跟伊朗有点像嘛 就本来就是非常便宜嘛 比如说我们这边一公升 可能已经涨到快30了嘛 对不对 他搞不好是10块 然后10块涨到15块大家就受不了 那的问题他自己有生产耶 生产还要长这样 他可能是外销跟内用 这个调节出了问题 我倒不认为就是跟俄罗斯搞坏 而是比如说你对外出口可能是长约 是 你不能违反 那国内供应呢 本来就是那样的量 那可能像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天然气 都是大涨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们 疫情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次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10万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按赞 分享 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 都会看得到